有涉及到這個醫療廣告或者是醫療業務招攬的話 才會有相關一些處罰的規定可以來使用 或者目前來講就是大概是比較是誇大這個訊息 也許它本身的一些媒體效果需要來做 就是一個變性網紅網腰 它因為它自稱說透過人體實驗懷孕 但是現在了解國內沒有相關的核准機制 想問會否會介入開罰嗎 基本上就是說第一個我們國內並沒有核准 這樣的人體試驗也沒有醫院在進行這樣的人體試驗 早上那個這位網紅有提到的醫院 醫學中心也已經出面來澄清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這個網紅所提到的訊息 有涉及到這個醫療廣告或者是醫療業務招攬的話 才會有相關一些處罰的規定可以來使用 或者目前來講就是大概是比較是 就是誇大這個訊息也許它本身的一些 媒體效果需要來做 不過暫時來講我們會觀察 整個事件後續的一個發展 醫師師這邊會再來做處理